由于现场出现雷雨,黄马与罗马之战推直了半小时才进行,但黄马的进球,却只让球迷等了93秒,两名左脚将的长距离连线,使得黄马开场后就闪电破门。 在433体系下,贝尔在黄马出现右边方,在中场右侧的球时,贝尔通常有两种选择,要么是纵向突破,要么是强行那些,但这一次,贝尔却完成了一次金氏汉手的远距离外脚被敲船,用左脚外脚背,贝尔完成了一次极为罕见的远距离敲船,贝尔看似并没有完全发力, 但皮球仍然在飞过40米距离之后,来到了罗马禁区中路,贝尔的这次传球,落点极为精准,而且能够体现出了强大的腿部爆发力,出现在罗马禁区中路的并不是中锋本泽马,而是名义上的左边锋阿森西奥。 在贝尔传球出脚的一刹那,阿森西奥就在与中卫听速度是赢得了上风,面对奥尔森,阿森西奥直接凌空推着破门。 这个锋球,是阿森西奥最近两场比赛中打进的第三球,而且这三个进球全都发生在中路,在提打内手下,阿森西奥基本在边路活动,在洛培特级手下,阿森西奥很可能会被改造位位中锋,阿森西奥踢边路没有速度优势,在中路则有益于发挥他的技术和意识优势, 黄马很可能不会再收高攻击手了,在为9号位置上,阿森西奥将会得到很多的机会。